今天要來講一個概念叫做區域法 什麼是區域法呢 就是按照這個名聲所講的 就是把吉他分成很多不同的區域來彈奏 那區域和區域之間怎麼劃分呢 第一個你可以用音階傳統的概念來說 例如說什麼拉型音階 到收型音階 或者到一級音階 就是所謂的音階音階 在這邊做串連 像例如說五聲音階的話 像這是一個Am5聲音階 那這個呢 這是一個E的5聲音階 那這個之間是可以做串連的 好 剛剛就是在這邊做一個串連 像例如 好 這是五聲音階之間的區域和區域之間的一個連結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區域 區域法 它有點像是就是 我們沒有按照過去傳統的方式 用音階 用什麼樣類型的音階來做串連 我們要用的方式比較是用 例如說低把位的下面三根弦 和低把位的上面的弦 或是高把位的下面三根弦 或高把位下面三根弦 那用和弦內音來做區分 就比如說好了 今天我們今天要用 C major 7 現在在這裡 ok do mi so si do ma 對 好 那這裡就是一個區域 ok 好 這是第一個和弦內音 好 我們在不同的區域裡面 你可以分配不同的和弦內音 也可以跟它分別不同的技巧 在那個地方 比如說在這裡 我就比較多用是用legatone 或是你也可以用peaking 也可以用掃弦 ok 也可以用跨弦 都可以 看你 看你要在什麼樣的區域去分配什麼樣的技巧 但是呢 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 下一個區域 我撤回第二區域 那第二區域呢 一樣 我們 用 d me so si來做圍繞 第二區域 但是這裡我加一個la的音 好 在這裡分配到技巧 我想要讓它有一點是掃弦 好 我們讓它接一個am首先 ok 好 這是第二個區域 所以第一個區域和第二個區域 好 接過來 好 再開始喔 第一到第二 好 這第二個區域 那第三個區域呢 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像你有說 在這裡 好 這是一個什麼f5的掃弦 ok 這就是在這個範圍的裡面 在12個這個範圍的裡面有f5 所以呢 從1到3 1 好 2 3 好 那最後一個第4範圍 第4個區域 有沒有跟這裡是差不多的 所以有1 2 3 4 4個種不同的區域 好 那我們暫時都是先用 掃弦的方式 來分配這個 這4個區域 好 就是4個可以掃的地方 好 好 那我們就來依照這個順序這個順序這個區域 我們來先練 由左到右 就1234區 ok 好 1 2 3 4 1 2 3 4 好 就是1234嘛 我們再收 好 4 1 2 3 4 會了嗎 好 這就是1234區的一個 一個分配 那你可不可以不要1234 當然可以啊 你也可以4 3 2 1啊 或是 1 3 2 4 好 那我來做一次 1 3 2 4給大家看 好不好 1在這裡嘛 好 2 4 3 好 那再來2 4對不對 又到了4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喔 ok 1 2 3 4 好 剛剛彈成1 3 4 2了 好 我們1 3 2 4再一次喔 2 3 來 ok 1 2 剛剛是1234 我們再來1 3 2 4 OK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21喔 OK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喔 呃 1423 齁 好 沒有滑準 好 1423 好 再一次喔 1423 23 來 好 彈到1432了 好 1423再一次 好 保險剛剛有彈錯的地方 齁 其實不小心彈成 1432 好 有時候會彈 又有時候 然後呢 後來又再彈一次 把它變成1423 總之呢 呃 區域法 要練這個幹什麼 很簡單 當你把區域都劃分好了之後呢 你要練一個東西叫做 位移的速度 從區域轉成到區域的速度 齁 速彈不能夠只有拼 運指的速度 連位移的速度都要去考量 都要去練習 所以呢 區域法 它對 呃 接下來之後 我們要講的線性波動法 有一個 很好的一個 連接關係 齁 什麼叫線性波動法 線性波動法就是指說 呃 你在 你 你從這個音 從這個音 都是 假設都是拉 就是說你要把它串連起來 齁 然後呢 但是你 你是把區域和之間 是用一個線性的方式 把它連接起來 像譬如說 我舉一個 我很常用的一個例子 下面三根弦的 的一個線性波動法 好 這是其中一個例子 先橫向過來 然後呢 再縱向掃弦 好 這是一個線性的波動 那例如說 我還很常使用一個東西 像 好 這裡是一個 線性波動 這樣子來回的 然後像是 另外一個 線性波動 像這樣子 呃 像這樣子 好 我們做一個 三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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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很單純的 只有這樣上去 OK 好 那我很常在點弦的裡面 去做一個線性波動的東西 好 你會看到的就是說我剛剛在區域和區域之間就開始用線性的方式來做連搭 那這個東西的前提之下就是你要先把區域法先練好 那區域法的練好就要像剛才一樣去劃分好區域然後來做連貫 好 再來 好 再來 OK 所以這就是區域法的一個重要性 好 要請大家就是可以再更多練習 那我們來最後再練習一次 好 那這一次呢我們練二三一四好了 再一次喔 再一次喔 OK 好 這就是一個區域法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今天講解到這個地方 所以區域法你可以分成不只四個區域 你可以分成三個區域也可以分成六個區域 反正呢你只要找到這些區域就好 那重點是 呃旋律和旋律之間 旋律和旋律之間 區域和區域之間要能夠做好速度上的一個位移 好 移的太慢 就很容易造成轉換上的不好聽或是沒有壓緊 好 移的太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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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